选前新清安 选后心很难安 观众朋友你知不知道 现在居然那个千万额度 那个五年宽限 直接一步一步推升房价 这个涨势 业界形容是前所未见 林口新竹 现在出现了一瓶 八十几万的惊人天价 所以行政员现在要补破网 连下了两道紧箍咒 有用吗 好 俊阳哥还有包新闻的观众朋友 刚刚俊阳哥在讲 我帮他补一下 选前新清安 选后 新南安 现在出轨成这样 新南安怎么买 来 观众朋友 新清安是为什么 字面意义 就是希望青年人可以买 从去年八月要开始 对不对 新清安就来了 但新清安来了以后 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都讲过了 那一集很多网友 都还有回馈写信给我 新清安 它可以让你一千万的贷款最高 然后台湾不是每一个地方 都是双北淡黄区 有些地方 其实根本本来乏人问津的 因为我可以无差别 带到一千万 那一千万年出 我带一千万 我根本连投稿都不用准备 对不对 问题来了 我今天除了可以带一千万之外 我前五年 可以不用还本金低利贷款 如果你这个价格来看 一千万左右就一万多块 一万多块我五年 大概也就五六十万 对不对 我知道换利息嘛 那五年以后 我怎么不厉害了 现在不是房价标成这样吗 以前一千万房子 现在变两千万对不对 那我一千万房子 一千两万的房子 我就凭他五年 会变两千万好了 我不是削翻了 因为我只花了六十万的利息 但我赚了八 我价格上了八百万 我就赚七百万嘛 所以新清安 观众朋友 很简单 利益良好 选前新清安 选后新南安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要清算 谁 大家跟大家讲 就是新清安是不是也带动了 过去这一年来的房价标涨 而且标得吓人 所以其实行政院也发现了嘛 不是说我们在讲嘛 所以行政院跟我们相关的行库 还有这个单位呢 就去进行的检讨以后 观众朋友 不要再打麻烦来买了 如果你不是自己要住 如果你买了以后 你可能很快的 你又怎么样 又想要再来第二户的话 没这个事情 行政院公布六二七 这是昨天啊 从昨天直接就开始了 借款人只能带一次 好不好 你不能够又带了又带 又带了又带 好几个好几个贷款都要来 第二个 新贷户要提供自助的切结书 为什么讲这个 这两个就打到点上了 为什么行政院现在要调整 因为行政院他不是把它结束了 而是说我以后要这样做 如果你违反这两点的话呢 最重是怎么样 取消你的贷款 让你没有贷款 看你还怎么安 而且你前面吃的这一些红利跟优惠 通通要回吐 那为什么要有这两个 就是现贷一次跟自助的切结书 显然有的人不只贷一次 显然有些人根本没有自己住 那新贷安国家出钱让你买 这样加起来四千多亿 五万多户就买了 他让你自住的 那你要住 那你不但不住 你可能家里面还有其他的房子 以后你把它买来以后租出去 那为什么会知道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人真的买了新贷安之后 他还租 他不但租 他还去申报这个租金补贴 吃好吃满六千 你是怎样 你是吃到连骨头都不胜 还要拿来肯 连骨头都要吸走 你已经是有房子了 你新贷安贷款买了个房子 卖了房子你没有自住 你租给人家 租给人家以后 我说我租金还要补贴 所以报上去又发现了 那现在目前 观众朋友 财政部已经去查了 现在看起来 第一个 刚刚所讲的犯这两个事的零容忍 他有可能取下你的贷款 所以不要乱来 第二个 现在发现说 把大行库盘点以后 这种大概五万户的新贷安名当中 我刚刚讲违规的可能 很明显的样态 已经有五百户了 所以真的有 所以要去处理 那当然他不是只有针对的五百户 观众朋友 俊安哥 他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新贷安还是欢迎你来带 可是请你带了以后 就自己住 不要想要透过新贷安 去炒房 或者是另外获利 好 那我问你 就是因为昨天最重要是这两件 我再说一次 一辈子你只能用一次 再来你必须要 切捷说我是自住 我没有要出租的 两个你说打到了痛点 我就问为什么学者跑出来说 根本没打到点 可能是白努力一场 因为我们现在有五百户 现在看起来被调查 对不对 但是你真的就只要 以为只有五百户的人 那不然呢 没有申请租金补贴的 你怎么知道 对哦 对不对 是 我不用补贴 因为我家已经赚翻了 我新清安买了房子以后 其实观众朋友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析 新清安的好跟坏 好就是帮助年轻人买房子 没有压力 那坏就是坏代的时候 那种其实并没有压力 他还想要拿来获利的人 他真的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获利 我们先讲第一个点 怎么纠缺 今天如果你今天 我讲的是看淘楼 我们在希望 你带了新清安以后 你买了房子以后 你还去出租 你还去报 出租的补助 那当然就会抓到 可是回过头来 突然讲说 但如果他租金补贴 没有去申报 你怎么会知道 你就抓不到了 就抓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生一次 也是以人为规定 那等一下 你总有配偶 总有小孩 所以一家新清安 好几次新清安 所以纠缺上 会有一些困难 那我们今天 为什么讨论这一题 俊阳哥 我用个数字给大家看 因为过往 像从去年八个 现在新清安 你看到 百分之78.2% 都是房屋总价 1500万的 我上次跟大家讲 可以带1000万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只要准备200万 300万或500万以内 但有个人可能就说 那像降低我买房子的 这个压力 所以78% 然后呢 你的贷款额度 大家都很在康 都带800到1000万 就已经46到一半 所以尽量带好带满 然后呢 都带超级长 有没有 31年到40年 就30年起跳 没有什么20年 把它还完了 百分之50 一半 然后呢 贫数都很小 所以新清安 就有这样的特色情况之下 说来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不对 那个人是谁 可是他的case 拿来给你听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现在手上 大概呢 也就是 就是1000万元的贷款 有没有 贷款1000万新清安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1200万的房子 我也工作了十几年 我再跟我爸妈借一点 对不对 200万 我买1200万的房子 我1000万新清安 贷好贷满 贷完了以后呢 是不是1200万 对不对 我就贷1000万 就1200万我付了嘛 就1000万的贷款 就这样跟你去算 新清安的几个特色 就是可以贷到1000万 跟他不用在前五年还本金嘛 是 那我前五年不用还本金 1000万贷款 一个月端多少钱 多少钱 一万多块而已啊 这也还好 一个月一万多块啊 负担得了 一万二一万五 是 那我薪水如果一个月有三万 我拿一半出来付好了 可是他这样也付很多 对 问题不在这一段啊 问题在后一段啊 当然如果我一个月 只有三万块 我手边只有多少钱 我就已经进场买房子以后 我用了新清安 对不对 可是 他的预期不是我以后 要一直住到老 而是五年后我要卖掉啊 这就是投资客的心态了 炒房啊 对 我现在只要一个月 花一万多块 那我加起来 我贷了五年 五年以后 我不还本金了 我只还利息 所以你看 都贷很长 有没有 没错 你贷的越长 他的这个利息 比就越稀逝嘛 对不对 我就不还本金啊 那总说在五年后到了以后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两年房市一直涨 我就讲一个简单的好了 因为我们也不讲 这个人是谁 像这样心态的人真的很多 我买一个1200万左右的房子 我期待五年以后 就像个房价不都在涨吗 有没有可能 我说贺文 我这个房子五年以后 变2000万 那我变2000万以后 我的整个房价 就真的800万 可是我利息只付60万而已啊 所以我就能赚700万的 国家出钱让你买房子以后 结果你怎么没弄 你就拿去赚钱 而且可能他也不知道 原来的第一户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家里的房子 所以现在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后 大家就讲说 新积安必须打洞条 可是你其实说 这真的很难刹下去 为什么 因为整个满气冲上去了嘛 新积安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因为它可以无差别的带 所以我们才讲 之前桃园的草榻 有没有 原本没有人在那边买房子啊 可是有新积安 这个房间就多了 全台各地不是只有蛋黄区 蛋白区啊 蛋壳都已经起来了 连蛋壳外面都有人买 就全台各地都有人买嘛 那这种状态的时候 大家发现的时候 刚才弟弟在冲 你去西门町头抬上去 看大家跟着看 所以全台湾人都在买房子 永进房屋讲说 六成的国人讲说 无差别的一定往上涨 所以管理新积安 有没有限制 就觉得房价会涨 那所以房价会涨 大家去追那个房市以后 整个房价往上涨 他就真的涨了 大家就会涨 所以新积安等于是触动了 整个房价往上涨 那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要想办法 把它把它采回来 可是说实在的 真的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来 我们看一下新竹 因为大家讲新竹来做这个标的 新竹现在你看到 这个成交的单价 已经到多少钱了 俊阳哥 越说越怕 已经快80万了 79.8万 快见到了 竹北 不是新竹市 是在竹北 当然竹北离竹客进 所以已经到79.8万 那你要知道 以这个状况来看 竹北是这样 林口也从五字头 现在一瓶八十几万的也有了 林口雾散了人来了 已经到80万了 林口从以前的蛋白区 现在是怎样 80万起跳 所以列宫 然后还有 现在所有的台积电 相关的 像在屏通的那个扣化市场 这个高雄霍化人之争 潮州 这个在以往来讲 应该算蛮偏远的 现在也一样 直接一次头跳二次头 那观众朋友再讲一下 一次头跳二次头 代表什么 涨了百分之百 所以所有人都在想 你现在没买 舊钱也要买 这个谁舊钱 舊没钱就新竹安 所以新竹安反而变成是 大家进房市去炒房的一个 基本的一千万的 那一大筒金 那这样子的话 反而没有增加 帮助到年轻人住房 而把房价炒上去之后 更难买到好的房子 好 雨萱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新竹安 大概应该还有几年时间要走 我们今天在讲说 林口八字头 看不见一年之后 破百万 谁说不可能 所以你回头来看 昨天的这两招 要来抓肉堵肉 堵得了吗 因为你要了解 新竹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它包括最新公布的数字 40岁以下的贷款户高达73% 是 所以它就说明一个意涵 多数人都是有承担所谓的风险的 这个风险就是说 当现在很多年轻人 甚至有些人是人头户 他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到底是说 我这五年之后 我可以开始偿还本金 我有能耐偿还本金 而我也打算继续住下去 还是说我五年之后 反正我利息缴完了 我就准备要卖 但如果说是后者 我跟你讲各位麻烦可大了 因为今天大家要讲 为什么说今天买房的人数会变那么多 因为买房的人数它变得到一个概念 以前一间房子它可能是一家人住 就是说你一个家户单位 比如说我四个人的人口 我可能就需要一间房子 但你可以去对照那个比例 现行的比例 比如说一个家务人口 在同一个户籍里面 到底现在持有的房子数变多少 那你答案就一目了然 因为星期间它限定是说 青年首购嘛 那哪一个青年人 他家里没有自己 可能父母有一个房子 多数都一有有嘛 那等到五年之后 有两个问题 第一 到底这些人 有没有能耐偿还本金 还是说他抱持一个心态 反正我只要买得起 缴得起利息 我利息缴完之后 隔了五年之后 我把它卖掉脱手 当投资就好了 就算现在星期盘踩煞车 对不对 但实际到现在 也快要一年之久了 对不对 好那踩煞车了 五年后到货槽的时候 不好意思 那个房价价格又堆叠了 堆叠之后 愿意接盘的人又更少了 那多数的这个人 当这个产品 从一次倒出来的时候 市场上如果还有 暗量持续在推的话 那会产生什么 那会产生结构性的崩盘 所以这个文讲各位 所有事情 它都不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包括这个台积电 COWAS也是一样的概念 你现在台积电是不是 包括明年要设五个厂嘛 有COWAS的 有晶片的 然后只要一说设厂消息 马上就 就涨上去了 涨上去了 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问这个涨价的幅度 到底是炒作的题材 还是说它是因为 来自于台积电一个刚性的需求 所以导致现地的价格 大量的上涨 都有 对 所以其实炒作起来居多嘛 是 因为我谈讲台积电的确 它可以带动 附近经济的发展 那如同竹科 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但你去到竹科 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嘛 一样的东西在竹科 就特别贵 一出了竹科之后就变便宜了 就是针对工程师 它的一个 我们讲的高给付 它有高薪资所得 所以产生特殊的物价 特殊的环境 但今天全台 如果各地都出现 这种景象的时候 你不免怀疑 比如说我们讲 贫通潮州 就是最好的案例 撇除掉台积电的员工 全部砍掉 真的需要那么多房子 真的需要那么多土地跟面积吗 我担心的 这是泡沫化的开始 所以刚刚我们的开场白 就是选前新清安 选后新南安 这件事情 现在正在亡羊补牢 你怎么看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新清安的新 这确实是来自选举的时候 但是清安 是从2010年就开始 本来就有一个清安 后来新清安 只是把这个补助的金额 补助的利息补贴 等等提升 过去是800万 像1000万 过去补助半码 像是一码半 过去是这个30年的一个 一个还款 还款期间 下面40年 所以我的意思是过去期就有 这只是后来变 我觉得资格放宽了一点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其实蛮惊讶 我看到这些我蛮惊讶 说本来就没有限制说 是一生只能一次 我觉得大家看到 这可能本来想说 新清安本来就应该是一生一次 或清安本来也应该是 就后来是去年才开始实施 所以这确实 我觉得是让大家匪夷所思 另外一点 我觉得我蛮惊讶 是说 这个没有年龄的限制 因为有一个下 下面嘛 对不对 下修是18岁以上 对不对 但竟然没有一个上修 就是说你可以 你不是今天 50、60岁 70岁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会有点违背到 当时本来是要帮助 第一次 尤其是年轻人买房的 一个政策原因 那我觉得 确实 这个部分的瑕疵 要仔细去思考 如何去修正 因为 我其实在这节目上 我也提过了 我觉得赖政府最大的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房价 房价如果继续涨的话 尤其我们刚刚新竹已经破80万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就是说这个对于任何执政党 都会是一个重大重大打击 因为年轻人会持续买不起房子 整个房屋市场会持续有泡沫化的一个迹象所在 甚至于有很多 我不要说年轻人 很多家庭 想可能多生了一胎 也没有办法 就换更大的房子 因为太贵了嘛 我自己召开我们地方的协调会的时候 我如果有这个年长的妇女 跑会哭耶 为什么 他住在一个公寓四楼 但后来他希望可以换到电梯住宅 因为有电梯他膝盖不好 但是我们大安区电梯住宅 现在新房子都将近200万一瓶了 所以哭啊 因为买不起啊 因为他把旧房子卖掉 也换不到电梯房子 因为他只住到房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政府应该要认真以待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 这个修正这个新清安的一些资格条件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仔细去思考 就是说如何避免新清安被图字课使用 被这些炒房课使用 那如何避免被他使用之后 再钻进这个计划 钻进说我如何符合到我的政策原意 就是帮助没有办法买房子的人 可以买到第一手房子 所以讲到新清安造成房价疯狂涨 特别有感 因为静平来到现场我特别要问 我们刚刚伟汉也点名到 像观音 草榻 已经到了蛋白 蛋壳去了 全部都疯涨了 你刚刚讲那些地方 都已经从20万到30万 我听得都非常炸舌 那至于我们这个中立 青浦那一带都早就破50万 到60万往80万的方向 新清安主要的问题就在 刚刚其实有提到宽限期 这五年宽限期 一般的银行的这个房贷 我今天有跟几个房地产专家 有在稍微在辩论这个问题 两年三年 一般平均都是三年 那虽然房产专家说 银行的这个房产 它的这个宽限期三年 是可以转转转 你期限到的时候 你再转别家银行 再转别家银行 是可以这样子去回避 但是呢 如果你政府这个新清安 宽限期再不改 你签再多的这个 这个协议书 签再多切结书 或者是你再去 怎么去想办法去查 人头物 你都枉然 都很撩零 为什么刚刚讲 以前都是平均三年 房地和一税 2.0上路之后呢 他把他这个重税 闭锁期变成五年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投资客 他在这个时候就大量退场 因为你三年 你就像你买卖房子 你要磕重税 对 我那个持有成本 我报不了五年啊 问题就在这边 不只是刚刚赵宇翔所提到了 年龄 还有一个新闻 不是有讲到 一个55岁的人 他去贷款新清安 结果竟然可以核贷下来 40年 新清安40年 55岁 你这个核贷他的八大行库 你怎么知道 他也可以活到95岁 你真厉害 而且95岁 他还有还款的能力 所以你不觉得 一堆乱象出来吗 才会说 出现了很多灰色地带 出现了很多模糊地带 你政府要怎么去查 会不会变成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 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而且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花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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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